这一讲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新古典主义 这是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场景 这份独立宣言是启蒙思想的伟大厂物 它比法国大革命早13年向全世界专员宣布 人人生而平等 在这幅画中中央首拿文件上列者 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 他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政治家 后来成为第三任美国总统 他同时还是一位桌有建树的建筑家 以他突出的创作实践将新古典主义引入美国 使这个年轻的国家从此开始在建筑艺术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 杰斐逊早年是帕拉蒂奥主义者 1771年开始动工的自用住宅夏洛茲威尔的门塞蒂洛府地 就是一座典型的帕拉蒂奥风格的建筑 1775到1789年 杰斐逊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 在任期间 他参观了位于法国南部尼姆的古罗马梅宋卡瑞神庙 回国以后 他以这座神庙为灵感 设计建造了位于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 首次将神庙形式用于象征民主的议会建筑之上 这是他今天的样子 做了少许改变 增加了一些建筑 杰斐逊毕业于威廉与玛丽学院 这所大学创办于1693年 以当时在位的英国君主命名 是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 在当时 这所学院隶属于英国国教会 学生必须是教会成员 杰斐逊对这种状况深感不满 立志要创办一所 摆脱教会控制的大学 在卸任总统职位之后 他将这个理想化为实际行动 1819年 杰斐逊与当时在位的第五任总统门罗 他也是这所学院的毕业生 以及第四任总统麦迪逊 一起商议 他们三位都是弗吉尼亚人 后能将他们这连续上任总统的 24年在位时期细称为弗吉尼亚王朝 他们三位三位 将在夏洛志维尔门罗所购买的一块土地上 创建公立的弗吉尼亚大学 杰斐逊担任学校的第一任校长 并亲自为学校设计校舍 他将图书馆作为全校的中心建筑 赋予他古罗马万神庙的专重造型 在其前方大草坪的两侧 是十组教师和学生用房 这样一种校园规划设计 后来被广为校法 其中就包括1911年创办的清华大学校园 这种建筑如今仍然作为学生宿舍使用 54位最优秀的四年级学生 将在这里度过他们本科生涯的最后一年 这是弗吉尼亚大学给予学生的最高荣誉之一 杰斐逊将创办弗吉尼亚大学 视为他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1826年7月4日 美国独立宣言签署50周年纪念日 杰斐逊就在这一天走完了他伟大的一生 在他的墓碑上刻写着他自己起草的墓字名 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作者 弗吉尼亚大学之父托马斯杰斐逊长眠于此 美国独立后 独立宣言的签署地北方城市费城成为临时首都 但是美国南北各州都希望将首都设在靠近自己的区域 而争执不下 1790年 时任国务卿杰斐逊和时任国会议员麦迪逊 这两位南方人与时任财政部长代表北方的汉密尔顿 三人秘密协商最终达成妥协 决定将首都设在南方与北方相距不远的波托马克河北岸 将该地定为不属于任何州的联邦区 以尼人化的哥伦比亚女神之名称之为哥伦比亚特区 而在此建立的城市则被以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名字命名 根据杰斐逊的提议 1792年举行了总统官邸和国会大厦的设计竞赛 在总统官邸的竞赛中 首任总统华盛顿要求 绝不能将它设计成豪华的宫殿 作为建筑设计爱好者 杰斐逊匿名提交了竞赛方案 但最终获胜的是爱尔兰建筑师货本 他的方案以爱尔兰的一座 帕拉蒂奥风格的公爵斧为样板 表面刷成白色 1800年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入住新官邸 杰斐逊成为第三任总统后 允许美国公民在不影响总统办公的前提下 参观这座官邸 这项安排被一直延续到今天 每年都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来此参观 1812年 趁着英国主力被拿破仑 吸引在欧洲的大好时机 美国向英国宣战 意图解放加拿大 1814年8月 一只英军从海上突袭华盛顿 放火烧毁了包括总统官邸 和国会大厦在内的许多重要建筑 英军撤退后 总统官邸得以重建 1901年 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将官邸正式命名为白宫 在总统官邸竞赛的同时 国会大厦的设计竞赛也同时开始 国会大厦这个名称是由杰斐逊拟定的 以古老马的发源地卡比多利欧山命名 竞赛开始时 并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方案 直到1793年 由建筑爱好者三顿提出的设计方案 才被最终接受 1800年 参议院所在的北翼率先完工 1811年 众议院所在的南翼完工 在被英军烧毁重建后 国会大厦又经过几轮改扩建 最终形成今天的样貌 其中央穹顶由沃尔特设计 建成于1866年 以伯拉蒙特设计的 罗马唐比埃多 和雷恩设计的 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为样板 这位是法国军事工程师朗芳 他自愿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 他曾经在巴黎 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 接受过正统训练 对像房尔赛大画员那样 用宏大轴线 来营造一座伟大城市的设想 非常着迷 1791年 他接受华盛顿总统委托 开始进行美国首都的规划设计 他在城市中央 设计了两条直角香蕉的主轴线 将要建设的国会大厦和总统关顶 分别作为这两条轴的控制节点 以此为基本架构 兰方设计了一系列斜向的零音大道 与正交的街道网格相互交织 并计划在各个主要节点处 建立公共广场 由于与政府的负责委员会产生冲突 兰方未能亲自实施他的规划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间 虽已经几次修改 但是兰方的计论者们 还是大体上按照他的格局 将整座城市逐渐建成 1833年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 批准建设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纪念碑 首费资金由民众募捐获得 这座纪念碑 原本计划建造在总统关顶和国会大厦 分别所在的城市主轴线的焦点上 以此形成兰方设想的完整的纪念性构图 但在实地测量时 意外发现预定地点基础不稳定 不足以支撑高大的纪念碑 于是只好将纪念碑的建造位置 向东南方向偏移了一百多名 1867年 美国国会又决定为林肯建造纪念建筑 由于各种原因 该计划一直到1910年才付诸实行 还在1901年的时候 由参议员麦克米兰所负责的一个委员会 就曾经提出一项 对南方规划的补充实施方案 建议将错就错 将已经偏离原轴线的国会大厦 与华盛顿纪念碑的连线 作为新的城市主轴线 并在轴线的对应位置 设立包括纪念碑在内的各种公共建筑 此时成为宏大的国家中心广场 1913年 美国国会决定 将林肯纪念堂建造在 这条新的主轴线的西端 与国会大厦摇相对望 而后在1934年 美国国会又决定建造 杰斐逊纪念堂 将其放置在白宫所在的 远南北轴线的南面 由于华盛顿纪念碑偏离这条轴线角度较大 所以不能像东西轴线一样将错就错 只好是偏在一侧 由此 一个以华盛顿纪念碑为中心 由国会大厦 白宫 林肯纪念堂 杰斐逊纪念堂 分裂四个轴线端点的 历史上最宏大的纪念性规划 最终完成 这样一个设计 除了华盛顿纪念碑 未能处在白宫 与杰斐逊纪念堂的连线之上 这一点有所缺憾之外 则几乎是察觉不出的 不过对于这个设计 奥地利建筑家卡米诺·希特 曾经提出一个不同的设想 根据他对意大利中世纪广场的研究 希特曾经提议 不要改变原定的国会大厦东西主轴线 还是将林肯纪念堂建造于这条旧轴线上 而让华盛顿纪念碑自然偏离出轴线之外 希特的理由是 如果按照后来建成的新轴线布置林肯纪念堂 那么位于国会大厦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 华盛顿纪念碑势必会遮挡两端各自远眺的视线 而相反 如果按照希特的设计 当人们站在国会大厦前向西眺望时 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 这个国家两位最伟大英雄的纪念建筑 就能够被同时看到而互为晕衬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设想 我们再回到欧洲 这位是赫兰斯沃波尔 此18世纪颇有影响的英国文化名人 他于1764年出版的小说《奥托兰多城堡》 被誉为是第一部哥特式小说 即神秘古堡、恐怖和超次兰元素为一体 这座小说的背景 就是他在1749年 为自己在伦敦郊区草莓山设计建造的 一栋具有哥特风格的山庄 这种新奇的形式 与当时盛行的古典风格相比 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仿佛是一件乘风多年的老古董 激起了很多人 对中世纪那段事业的记忆 成为浪漫主义和哥特复兴的前奏 主要流行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上半夜的浪漫主义运动 是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民主解放运动高战时期的场合 法国大革命是启蒙理想的实现 但是不见断地流血、杀戮和征服 却又使得这一理想在很多人心中破灭 这位对理性王国失望的反动 浪漫主义者用直觉取代理性 把直觉的作用提升到突出的地位 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 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规律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在建筑领域 浪漫主义首先体现为对中世纪哥特艺术的复兴 英国哥特复兴最有名的作品是伦敦国会大厦 其前身威斯敏斯特宫在16世纪成为议会所代理之前 是英国国王的主要居所之一 1834年就国会大厦被火烧毁 重建工作由建筑家巴黎主持 他以古典方式完成总体设计 而后由建筑家普京以哥特风格予以装饰 这种哥特复兴风潮引发了人们 对曾经被文艺复兴运动排斥的中世纪历史的回应 在19世纪上半页迅速传播到欧美各国 成为与新古典主义同时并进的一大潮流 包括德国科隆大教堂 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在内的 很多中世纪未能完成的哥特建筑得以续建 或者像法国巴黎圣母院这样 过去曾经遭到破坏的哥特建筑得以修缮 与此同时 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地方 大量新建筑采用哥特风格建造起来 比如著名的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或者英国伦敦皇家司法院 这些看上去非常纯正的哥特建筑 实际上都是在19世纪建造的 作为情感的表达 哥特复兴并不仅仅局限于复兴哥特事项 但事实上这个时期任何可以激发人们 歧视异想的建筑都可以被称为哥特复兴史 包括神秘的东方风格 1815年 约翰纳什为当时还是担任摄政王的乔治四世 设计建造位于海滨城市布莱顿的皇家行工 以已经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掌控之下的 印度墨尔王朝建筑风格为样板进行设计 充满了异国情调 19世纪复古建筑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为责中主义 既然古希腊古罗马哥特事甚至东方风格都已经成为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情感喜好而自由选择的样式 那么推而管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种样式都可以被选择 就像这个时候正在纷纷涌入人们生活中的门内繁多的商品一样 人们甚至对历史上的各种样式进行了现实的总结 文艺复兴是雄伟高贵适合于建造宫殿和政府大楼 巴罗克是珠光宝器适合于建造歌剧院 格特事最能体现对上帝的敬仰 用着教堂再合适不过 法国一位浪漫主义士人谬善 曾经不无讽刺地形容道 我们拥有除了我们自己的事迹以外的一切事迹的东西 这是1895年建造的伦敦威斯米斯特大教堂 是英格兰最大的天主教堂 它的设计风格采用拜占庭式 外表是红装和白色石头相间的条纹 古味十足 这是其内景 中天是用穹顶覆盖 法国折中主义的代表建筑 是加尼耶于1861年设计建造的巴黎加尼耶歌剧院 其这里面返校古典主义的卢浮宫东南 细部作法兼有米开朗基罗手法主义的特征 内部则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 尤其是有着三则楼梯的楼梯间 更是巴洛克艺术极盛时期的写照 这是1875年建造的巴黎圣星大教堂 也是有名的泽中主义建筑 它高居在巴黎市内最高的门马特山丘上 返校罗马峰时代 法国南部佩里格大教堂而建造的五个白色穹顶 在巴黎的天际线上十分耀眼 1860年 意大利半岛终于结束了 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 长达1400年的分裂状况 而重新获得统一 1871年 罗马城又一次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 为了纪念这件历史性的大事 1885年 由萨克尼设计的首任国王伊曼尼尔二世纪念碑 在罗马市中心卡比多利欧山开始建造 它效法古代祭堂式样 气势微微壮观 但它的建成也意味着 古罗马七山中最重要一座山丘的形象 被极大改变 众多历史遗迹永远消失 这是意大利近代史上 对历史文物的最大破坏之一 俄罗斯折中主义的代表作 是两座具有中世纪民族风格的教堂 一座是1839年建造的 莫斯科基督救世主教堂 其建筑风格仿佛回到 15世纪伊方大帝时代 这座教堂后来在苏联时期被拆除 苏联解体后 1995年按原样重建 成为俄罗斯复兴的象征 另一座是圣彼得堡基督复活教堂 是莫斯科红厂圣瓦西里大教堂的方版 建造于1883年 又名建选的救世主教堂 纪念富有改革思想的 亚历山大二世沙皇 他于1881年在这里遇刺身亡 最浪漫的则中主义时代建筑 非德国巴伐利亚的新天鹅城堡末属 它是由有着童话国王之称的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威西奥氏 于1869到1886年 委托里德尔设计建造的 这位身不逢世的国王 依然沉浸在 马上就要成为历史的 君主时代的梦幻中 为此不惜重金建造的这座 具有浓郁中世纪气息的城堡 但他显然与时代节拍不合 当国王因自己口袋里的钱不够使用 而向国库伸手时 议会和他的部长们出面干预 路德威西奥氏被宣布发疯 而遭到罢免 随后离奇死去 使留下这座城堡 从此成为那个悠悠逝去 古老时代的无尽回忆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呢 给大家介绍 铁罩建筑的新时代 给大家介绍